这是患者X,21天前,他感染了新冠肺炎病毒。 接下来,我会用5分钟的时间向你讲出新冠病毒侵入人体后,21天里身体发生的变化。 这场免疫系统对垒新冠病毒的战争,从患者X不小心侵入病毒的那一刻开始。 病毒从病黏膜长驱植入,用表面凸起的小罐罐与肺部细胞表面的AC12蛋白结合,成功进入患者X的细胞,在进入的同时脱去胞膜,释放病毒RNA。 这个只有3万个剪辑的小小片段,会毫无节制地侵占细胞内部的生产线,让细胞帮助自己复制,并抑制细胞原有的基因表达。 当越来越多的子带病毒被生产出来,宿主细胞也就完成了使命。 病毒会毫不留情地抛弃它,去寻找下一个健康的细胞,继续感染和复制。 这个过程中,患者X并没有感到明显的不适,还在跟朋友聚会,吃着火锅,唱着歌,畅谈未来的理想和抱负。 病毒大面积屠杀肺部的鲜毛细胞,让它们无法再拦截花粉和病毒等外部侵略者。 慢慢地,患者X呼吸道开始充斥杂物和液体,肺部开始发炎。 大量的鲜毛细胞在死亡前,用最后一丝力气向免疫系统发出炎症信号,就是我们常说的细胞因子。 免疫细胞快速做出反应,并根据细胞因子精确定位病毒,开始反攻,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。 X开始发热,咳嗽,它以为只是普通的感冒,吃了些抗生素和缓解症状的药。 然而,这些药除了让它困倦外,辅助治疗的作用并不大,一切还是要依靠免疫细胞。 但免疫细胞节节败退,他们开始意识到,这次的病毒可能没那么简单。 免疫细胞大军开始集结兵力,源源不断地建立肺部支援,杀死大量病毒。 但健康的组织也在战争中被误伤,肺部开始出现蜂窝状的穿孔,损伤加重。 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强,血管开始流血,血液深入肺泡。 X出现呼吸困难,并且持续高烧不退,终于强撑着身体,来到医院挂上了急诊。 他拍了一张肺部CT,照片上显示肺部开始出现云雾状磨砂玻璃一样的病照。 医生说这叫磨玻璃瘾,是新冠肺炎患者常见的病例特征。 住院没多久,他开始出现呼吸衰竭的症状。 病毒,看了眼前窗白孔的肺,觉得是时候继续神明了。 他们随着渗入肺泡的血液,进入了人体的循环系统。 细胞因子紧随起后,进入血液循环中。 此时的血液就像一辆搭载灰难的长途汽车, 带着病毒来到了血管丰富的肝脏。 肝脏是一个酒精沙场的老匠,他每天都在过滤血液中的毒素,分泌胆汁,并帮助小肠分解脂肪。 肝脏具有强大的再生能力,哪怕损失了70%,也能在三到四周时间内恢复。 但病毒的公式前所未有的猛烈,就彻底融入了自负的免疫细胞。 因为在我们大多数人的一生中,他从来没有输给过病毒。 他们火力全开,企图与病毒同归于尽。 于是,肝功能升高衰竭。 X被插上呼吸机躺在病床上, 护士拿着他的血液报告,上面显示了安眉的含量异常的高。 医生看了一眼说,时间正风暴。 病毒到达了肾脏。 由肾小球和肾小管组成的肾单位有200万个。 肾小球是最先从血液中捕捉到冠状病毒的。 在病毒和免疫细胞的双重攻击下, 它们迅速失去功能。 积累的毒素和急性肾衰竭, 让肾脏成为第三个失效的大型器官。 肾衰竭是致命的, 要在非典期间出现急性肾损伤的患者中, 91.7%的人最终死亡。 医生在X腹泻出的粪便中检测出了病毒。 它血液里的基盖蛋白指标甚至达到了新等病人的10倍。 这是医生在下死患者身体里都没有见过的异常。 心脏和肠胃也摆下阵来。 医生做了最后努力, 甚至调来了全院为数不多的ECOM治疗椅, 替代心脏和肺部的功能。 但仍然没有挽救多器官的衰竭,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究竟是病毒还是免疫系统杀死了它。 病毒表面这些小皇冠一样的凸起是一些三具的蛋白质。 在这些三具蛋白下面是这个病毒的包膜。 这个膜并不是它自己的, 而是从上一个被它感染的人类宿主那里偷来的。 包膜里包裹着蛋白质材质的一壳和一小段RNA, 病毒的直径大概只是一个细胞的一百分之一。 患者X也只是众多眼味消费者中为不足道的一个。